好 那這些每一個 我們先都打斷的話 就只是一個乾淨的材質球嘛 好 那我先把它的preview window 開起來 好 那原則上 材質基本的diffuse就是它的顏色 這才知道 那specular 是 反光強度 那grossless 光澤度 就是 外面的那個漸層的 的範圍 漸層的範圍 這是漸層的範圍 就是光澤度在控制 光澤度在控制 那 呃 越光澤的東西理論上它的反光強度就越強 所以 呃 預設裡面的材質的屬性 shader就是 呃 應該是說 shader翻譯起來是材質啊 不過在這mess裡面你要把它變成質感 好質感的屬性裡面有個屬項 項目叫做 Trust呢 你看它簡化到只剩下一個光澤度 所以光澤度越強 反光 反光越強 光澤度調低 反光調低 好 那 本領呢 它是提供你比較 複雜的操作 就是 你可以用 兩張圖來控制 Diffuse 跟Specular 好 而且 Specular可以本身有顏色啦 所以我可以是 反射黃色的光線 好 可以是反射黃色的光線 這樣子 然後物體本身是這樣的顏色 那 這是可以做出變化的東西 那當然 如果你 你要簡化這兩個參數 這兩個參數要連動的話 你就去換這一種 那就沒了 就沒有那種參數可以變化 好 呃 不過這個部分 在遊戲裡面又是另一件事情 遊戲引擎的 shader 也叫shader 好這裡的shader你要把它當作質感 那遊戲裡面那個shader才是材質 好 那 它的定義呢 其實也不能叫做材質 而是 程式化到螢幕上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有 他們有時候翻做 呃 彩線 好 那 呃 比較難 我覺得那個 那個 需要 你 傳 實際看操作以後才知道它變化 它也是個材質 只是說 呃 遊戲的shader 跟Max Material的最大差異就是 比如說Max一個Standard 裡面包含 我們有Diffuse貼圖啦 拉上去就有Diffuse 然後我有Specular 拉上去有Specular 那當然我這個我也可以拉到Specular Color 同時間也對顏色影響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質感又更 變化更多 然後Grossness再上去 光澤度 好 凹凸再上去 好 那 呃 這些都上去的這些效果就會變這個形態嘛 那 每一張圖 我還可以在Max裡面對這個地方做調整 就是比方說我反轉這張 反轉這一張Grossness 因為有時候搞不好你畫反啦 搞不好反轉看起來就是對的 好 還有呢 呃 也許你覺得要再模糊畫一點可以在這裡做 好 那Blur of Set的 呃 就是高斯模糊的部分 它不是高斯啊 位移模糊的部分 它的影響很強喔 如果你用0.1就不得了了 這張圖就幾乎是糊掉了 0.1就不得了了 所以這邊基本上是不動它 那 Maze預設齁 其實所有的貼圖都開1的模糊喔 都開1喔 所以你在畫面上 覺得 這個貼圖好像還是有點糊對不對 所有的都去把它的 Blur 關掉 它預設開1啊 尤其你現在在畫角色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奇怪 角色貼圖怎麼看都是糊的 你回來改這個參數 好 那它就會變得 比你原本的細緻很多 好 主要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 因為它預設就給你開1 預設就給你開1 好 那我現在還是回到Grossness來做說明 剛剛我們是做了反轉嘛 好 再轉回來 好 那 然後 比如說我要模糊一點 再糊一點好了 5 好 這張圖上面的呈現是這樣 好 在這邊還有什麼可以動 在這一個 這裡 呃 因為這是這張圖的Output 所以我可以整張壓按 好可以整張壓按 那 呃 但是現在這個樣子看起來呢 就是 它在控制上 我可以兩個一起對應來調 那 你可以在這邊去調 但是這個東西不會介到遊戲引擎 可是你可以用這裡去調整的時候去看 好像這個樣子才是我要的 這個 這個 這張圖應該是這樣子 這個質感好像才是我要的 那 回去Photoshop再把它修成這個樣子 再貼回來 這個時候這裡其實 這裡看不到是不準的齁 要看這裡啦 當你要做到細部操作的時候還是得看這一顆球 那 呃 我切一下模式 回到compact 呃 等一下再回來 我需要看到 Viu Viu 呃 Craining view 不是 我再把那個開出來 Material 呃 因為現在這一張 它在slate裡面是 不存在於 調色盤裡面 就是 這張圖 那樣現在不存在調色盤 滴管吸進來好了 好 那 這樣子 為什麼要切到這來齁 呃 切到這來 我才能夠做這個操作 轉個角度看看 是不是我要的效果 好 因為這樣比較容易觀察 各個方向的樣子 也可以換成 呃 這種樣子來看 因為有的時候你就是需要 呃 這樣子的操作 還好現在顯卡夠力 這樣轉它沒有什麼 Lag 圓柱也可以 圓柱的話就是看這一面 好 一樣 就你這樣子看也許就會比球更明確 看出 好 你現在的光澤的變化是什麼樣子 那如果這樣才是我們 就是我現在修改Defuse這個樣子 我要的 好 那這個就要到Photoshop裡面記得 你看到現在的呈現是什麼樣子 去把它壓暗 一個可能把它再弄模糊 好 那 那這個東西 這個這個就是Maze裡面特別 你單獨可以調的 其實我還是可以再調更誇張的部分 就是 呃 還可以再啟動 這裡開不到 為什麼它不讓我開 我還可以去做 更誇張的就是對比度 那這就是Curve的調整 好 那一樣的如果你在這裡是做這樣的控制的話 呃 在Maze裡面你也要做一樣的東西才能夠看到 呃這樣的物件 Compact 你看這邊比較好切 好 OK 呃 有點好像有點過頭了 好 沒關係 那這只是我們要知道它有什麼觀念 那 剛剛提到就是 我們現在在Maze裡面用這種 材質 不管你用哪一顆 也許用Standar 也許你用別的 好 也許你用別的 遊戲引擎裡面沒有這樣 不是這樣分的 因為引擎裡面 呃 它根據一個功能就是一顆材質 沒有這樣子的東西 Engine裡面的Shader 不會寫成 Diffuse Speaker 什麼什麼的 這樣子不會寫成這樣子 好 它的 給你的 如果你找到一個Shader 然後 它沒有Grossness 只有一個Speaker Level 一個Color 一個Bump 其他藍會通通沒有 那那些通通拆數就做不出來 比方說就沒辦法做透空 那 所以 像英國體裡面的Shader 有透空的是一個 群組 全部做透空用的 有字體發光的是一個群組 好 那 你就會發現一個問題 我要同時透空跟字體發光 沒有 請你自己開 自己寫靴的 好 這個就是城市要開發的部分 好 那 呃 對 這個 那個就是 因為 因為畢竟 呃 遊戲外的效能 沒有用到的功能就不會開 好 甚至於 還會做到 因為我沒有看到它這樣做 我看到別的引擎這樣做 呃 那 箱子用的 Shader 還是你是衣服用的Shader 就是要綁Skin的跟不綁Skin的還在分開來 好 那 那個是都是為了效能的 的需求去做的部分 好 那 可以這個 這些呢 呃 我目前用的這些都是基本的 就你基本需要這幾張 那 只是說這一張在 引擎裡面不會用黑白會接塗 它會幫你轉成 Normal 好 那在這邊我們當然也可以去用 我記得Photoshop這裡有沒有掛 呃沒有 那個 NVIDIA有一個外掛 好掛進來以後它可以幫你把 黑白圖轉Normal 那如果那個 沒有那個 那個 呃沒有裝那個外掛 呃 裝NVIDIA比較好啦 不要裝AMD的齁 那個AMD跟NVIDIA的那個Normal 呃 轉換的時候 然後它的 座標軸向不一樣 所以兩張轉出來會不一樣 好 然後Unity本身你如果丟灰階圖給Unity 它自己會幫你轉Normal 那轉的效果又跟你在Photoshop裡面用 那個NVIDIA的程式轉又不一樣 好 那 呃因為用黑白灰階圖轉Normal的工具非常多 還有叫crazy bump或者XNormal的軟體 好等一下我開開看 OK 那 那 所以 切材質的部分 呃 我們這一個例子裡面只會用到 就只用這四個就好 好 那就在這四個裡面去做強化與變化 那 補充一下 這個大概這邊的說明 等一下我會再開另一個功能 就其實我們已經貼了貼圖 那 就可以去開這個功能來用 有一些局部細修可以使用這一個 是曝化布的功能 好